有产过很多女人也留过产吗 你再宠会被你说什么来的 说一遍你刚刚说什么呀 居然能说出这种畜生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现在这样 她要是跟你复婚了 我真觉得天理难 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活 做一回男人吗 而不是一个寄生虫 不要说男人了 就说人把人都不配 你妈当初就应该把你给留了 视频中这个惹众怒的男人名叫小成 他究竟做了什么事 竟会让徒雷这样说他呢 原来是徒雷在调节小成 和前妻小芬的矛盾时 从小芬口中得知了这样一件事 他那时候说他去厂杀打工 他其实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 那就是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我也已经瞧过你 你不是说不在外面面前说了吗 你现在怎么还在这里说 你看他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这是他真正的面目 从交谈中得知 四年前恰逢失恋的小芬 在网络上认识了小成 小成的体贴温柔让他十分动心 于是不顾家人的劝阻 执意从城市驾到偏远的农村 小芬本以为自己的奋不顾身 会换来幸福的生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竟会是一段长达四年的噩梦 而这一切在刚刚嫁过来 就露出了端倪 我当时问了他 我还违背了我父母的意愿 我父母不想让我叫他一个外地去 后来没有办法 看我这么死心塌地了 要跟着他 我父母才答应了 可是我跟着他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 我婚礼也没有办 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怎么好 倒是以后等我赚了钱以后 我会补你一场婚礼 原来在俩人结婚之处 小成就以家庭条件不好为由 拒绝办婚礼 这让小芬十分的失望 毕竟每个女人都渴望一场盛大的婚礼 不过遗憾归遗憾 小芬初衷也是想和小成好好过日子 而令小芬最无法接受的 他不务正业 我那时候就想能够好好过 我就找我父母商量 给他借点钱 因为他有那个理发的手艺 给他开了个理发店 结果他一点都不上心 后来就是赔了呀 他还是觉得他要做生意赚大钱 我后来又去借钱帮你去开小卖店 结果开小卖店 你一点都看不出那个小钱的生意 小卖店那个赚的都是那个小钱嘛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对不对 小芬认为现在经济能力有限 可以慢慢的积累 从小达到 可显然小成并不这样想 他只想一蹴而就 认为自己就是赚大钱的男人 可事实呢 迎来的只有一次次的打脸 可让人疑惑的是 这工作瞧不上 那工作不入眼 小成究竟想干些什么呢 后来他爸妈又借了钱给我 又开了个养技场 开了个养技场的时候 他任何技术都不懂 机一秒死的死 跑的跑都没有了 好家伙 本以为小成有多大能耐 没想到只是眼高一顶 每次创业都是妻子 从娘家借钱 他却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而对于前妻的指责 竟没有丝毫的悔悟 实在难以想象 在这段婚姻中 小芬究竟忍受了多少委屈 而随后 小芬坦言 经济上的拮据 他都可以忍受 可这件事让他始终无法释怀 他那时候说在剧场上打工 他其实是跟别人的女人在一起了 婚内有出轨的行为 这个你承认吗 你看他敢当的这么多人 你面来承认吗 承认吗 但是时间也不是很超 你的意思就是说 时间不长可原谅是吧 原来小成以外出打工为借口 背叛了婚姻 更可气的是 在外潇洒还频繁向小芬要钱 这让小芬十分的绝望 而在面对主持人的质问时 小成却没有丝毫的歉意 竟然说时间又不长 而且小芬还原谅了他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小芬为何会选择原谅小成呢 因为我那时候 我爸妈知道这个情况 她都努力的劝我 她就觉得 这女人总归 不会说谁的别人 为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跟一个男人离婚 我爸妈是努力的劝受我 让我再给她一次 改过自己的机会 从小芬口中得知 她也想过离婚 可父母却百般阻止她 愚昧的认为 离婚对小芬影响不好 最后迫于父母的压力 小芬选择原谅小成 不久后 小芬还怀上了孩子 生活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照理说 小成也应该沉下心来回归家庭 可事实并非如此 那这个怀孕之后 她人有变化吗 比如说她开始脚踏实地了 外面真的就了得很干净吗 我觉得怀孕之后 根本就没有变 她还是那样好高无远 对我的态度还是那么的冷淡 因为她觉得怀个孕 好像这个女人 都是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她 让我孩子都没有了 那孩子的事情是个意外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那是意外吗 你关心照顾我的话 我孩子会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 留掉吗 那时候他们家农村的 她爸妈六十多岁了 还要下地干活 她那时候是耗尘懒 做游手耗尖 什么事情都不帮忙 搞得我 我看我四个多月应该没问题 我想父母这么老了 我去帮忙 动了她还去搞得不舒服 叫她送我去医院 她都不愿意送 不难看住 流产这件事成了小分的心病 怀孕后丈夫依然游手耗尖 对她连最起码的关心都没 更可恶的是 当她不舒服时 小成竟拒绝送她去医院 这直接导致了小分的流产 面对小分的控诉 小成却依然阵阵有词地为自己开拓 称那只是一场意外 那是真的是个意外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 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内疚 孩子没有了 以后不是还可以有的吗 你说得这么轻巧 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 我好不容易在怀上那个孩子的 我做完流产手术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大家只顾玩自己的手机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暖心的话 看着眼前不停辩解的前夫 小分就气不打一出来 自己在三十岁的年纪 好不容易有了孩子 可就因为前夫的疏忽 很可能让自己失去做妈妈的机会 在自己流产后 更是只顾着玩手机 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而现在竟然还厚着脸皮狡辩 这让小分实在不能忍受 不过让人好奇的是 小分就是因为流产 才选择的离婚吗 她不只是这件事情 她以前对我已经做出了很多 伤害我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来加我QQ 她说是你非要藏着她的 那女的就是有问题 我跟她就见过一次面 喝会一次茶 什么关系也没有 你如果跟她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她会那样来刺激我吗 不过就是在我说的一些事情 我这家人受打击的心 我真的是承受不了 她也就是见不了我过一些好日子 平淡的日子 那也就是说你除了在此之前的出轨 可能还跟一些女人有点小暧昧 也就是简单的聊聊天 她对别的女人就那么关心 她对我就没有那么关心的过 那个女的她说是她缠着她的 她说她不会跟她老公离婚 她是有老公的人 她叫我好好养胎 好好跟她生孩子 然后好好过日子 你说我听了这个话 我真的我当时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这个事你跟她谈了吗 我跟她也谈过 聊天记录 我可以给她看 真的是什么关系也没有 也就是除了见了面喝喝茶 好家伙 本以为小诚改邪归正了 没想到竟然在妻子怀孕期间和别人搞暧昧 更可气的是 竟然还招上了小芬 可面对前妻的指责 小诚对他们的关系失口否认 乘是那个女人自作多情 好家伙 不知道的还以为小诚有多大魅力呢 一件一件是叠加在一起 让小芬身心俱疲 后来孩子没有了 我真的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 当时我留完场 躺在冰场上的时候 她说孩子还不战友的 孩子留场了以后 我不是安慰你吗 小诚对于孩子无所谓的态度 以及一次次的言而无信 让小芬对她彻底的失望 再加上孩子没了 小芬对这段婚姻彻底死心了 而现在小诚竟又跑到节目上求和 小芬会选择原谅这个伤害她数次的男人吗 她把你都伤成这样了 你干嘛今天还来呢 我就是那么蠢 我就是瞎了眼 所以我想问问 在你心里你还有这个男人 我不想再有这个男人了 我记得我提起这个男人 我就太伤感了 我今天就是想让他 在大家面前展示他的真实力 以后来迷你 你这半年有些什么改变 你告诉我 现在有踏踏实实的上班 上了多久 上了两个多月了 就是说从交往认识到结婚这三年多 你都没踏踏去上班对不对 是 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靠谁 靠我老婆 显然 小诚之所以求复合 不是因为还爱着小芬 而是在小芬离开以后 好吃懒做的他没有了依靠 小诚的为人已经展露无遗 在了解完两人的矛盾后 导师们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和建议呢 你的第一次选择有可能是盲目的 因为你的年纪的问题 你盲目的选择了一个男人 但是你通过一个婚姻的这种交往 你发现这个男人确实是一无是处 在我看来 你好容易跳出了火坑 就没有必要再回头了 对于这个先生来讲 我觉得这段婚姻 其实给你的是一种警示 你这个失败的婚姻里面 去找到你的问题 也许你会开始一个下一段的恋情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现在已经醒悟了 你醒悟没有用 有的错误是可以饶恕的 有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 就像我可能杀了一个人 然后我说我醒悟了我不想杀她 但是没有用 你的行为已经伤害了一个女人了 而且我觉得在你骨子里面 你没有一个做丈夫的应该有的承担 所以现在你必须得审视你自己 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借你钱做生意 帮你家干活 最后她在流产的时候 你还没有去照顾她 所有的一切行为 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就是给你的一个教训 必须让你知道什么样的行为 才是作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应该做到的 所以我建议女嘉宾 你已经跳出火坑 就不要再回头了 就像嘉宾所说 小成从来都没有承担起一个做丈夫的责任 小芬既然已经成功摆脱 就千万不要回头 而接下来这一位嘉宾的话 更是一针见血 女人是可以嫁给穷人 但是绝不能嫁给烂人 穷人 她是可以因为给不了对方物质而加倍地珍惜这份感情 并且能努力地让对方幸福 而烂人 仅仅是把女人当成一个供养者 让自己毫无顾忌地去到处的犯贱 你就是后主 你们俩是通过网上认识的 对吧 其实你确定她当时找你是因为看上你吗 她其实只是在套一个网友 正如她现在跟网友见面喝茶一样 她自己都没想到套到了你这么一个女友 捡了大便 你不光把她所有的物质你都担负了 他们家你也一起负担了 那她去干什么了 拿着你的钱到处地挥霍 好吃懒做 她就是一个寄生虫 小成的种种行为 已经展现出她并非良人 她对于小芬没有丝毫的情感 更多的是把她当成一个供养者 而这一次小成的低头求和 并不是她有多爱小芬 更多的是她深感自己无法撑起一个家 更何况两人的感情 原本就是无意间成就的 这时 一旁的徒雷也忍不住怒斥小成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人有几斤几两还真不能看面子 你看她站着多老 左手握着右手 眼神当中满脸的钱 一昧的认错道歉 让她下跪 她立马能下跪 让她流泪 立马能流泪 但就是这种伪善 才一次又一次的欺骗 我甚至恨不得她在这儿 张牙舞爪 我倒觉得还好一点 但我们善良的人 总是容易被这种伪善所欺骗 你信不信这女生 如果男生扑通一声马上跪下 她立马心就软 要不然她能忍这么久吗 徒雷老师的一番话 直接道出了小芬被骗的真相 在小成憨厚老师的外表之下 掩藏的是一颗虚伪自私的内心 人不可貌相 而正是她的伪善 才让小芬拥有不幸的婚姻 这时徒雷还提出了 两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通过你们再说两个社会现象 第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我们再也不要 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这样保证好不好 以后再也请保卫战的女孩上 我们再也不说圣女 真是害死人 为了结婚而结婚 真的害死人 我相信很多家庭的父母 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会应该感受到 真的不要逼孩子盲目的结婚 为了年龄而结婚 真的是往火缸里掉 碰上这样的人 不是往火缸里掉吗 你不是害死的 因缘这一辈子做老女人 我也不要嫁这样的人呢 对不对啊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社会现象 虽然说道德绑架是不必要的 但道德谴责是一定要的 我们对男性的出轨的道德谴责 实在是太包容了 我们总是骂小三 却很少去谴责男性 就像你 你也原谅了他 你父母也原谅了他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女的吧 一出轨吧 就红杏出墙 说的一大糊 男的一旦出轨吧 就过一阵两三天 他就过去了 然后所有的棒子 全打的小三 其实出轨的那一方 才是最可恶的 为了结婚结婚 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社会上营造的 所谓胜男胜女的氛围 让人觉得不结婚是一种罪过 这种想法是十分的错误的 其次一段被插足的婚姻 出轨者是最应该被谴责的 无论男女 但显然社会上对于男性很宽容 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也是十分的不合理的 而这是小成的一句话 直接引起众怒 流产过很多女人也流产了 你再重回 你说什么来的 说一遍你刚刚说什么呀 居然能说出这种畜生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很多女人都流产 你的意思就是说 她流产跟你没关啊 还复婚呢 现在这样 她要是跟你复婚了 我真觉得天理 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活 做一回男人吗 而不是一个寄生虫 不要说男人了 就说人吧 人都不配 你妈当初就应该把你给留了 如果你还是一个男人 你给这个女人 一条生路 我还感觉她爱着我 你现在这样 我还怎么爱你 再也不会那么少了 我已经是瞎了眼了 结果已经显而易见 无以小分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一段不幸的婚姻 注定要结束 小成的种种行为 触犯到了众人的道德底线 都是不符合情理的 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明白 生活是自己的 不能因为一些流言蜚语 就为结婚而结婚 年龄更不能成为缺陷 30岁的小分还很年轻 还有无限的未来 这几年的不幸 并不会影响接下来的人生 昂首挺胸阔不向前 未来会遇见更好的人